《螳螂拳》 1947年在香港出生的李锦荣师傅 早年跟随七星螳螂第六代传人 赵志民师傅学习拳术 1972年正式自设武馆授徒 期间李师傅除了回内地进修中医术之外 也参与不少比赛 取得骄人成绩 从而奠定在国术界的地位 此外李师傅跟不慈老虎 走遍世界各地开班授徒 把国术发扬光大 七星螳螂是明末清初时代 由黄浪祖师发明的 有一天在少林寺的树林那里 就走出去散步 听到有一些蟹声叫得很大声 他就好奇走过去看看 就看到一只蟹被螳螂捉住了 而这只蟹就极力挣扎都走不开 他就发觉 原来这只螳螂的前臂是这么有力 有一种攻击和防卫性的手法 他本身学过十七家不同的门牌 所以他将以前的主要的门牌手法 加上现在的螳螂 自己领患出来的手法 就变成七星螳螂的十八家法 中国功夫博大精深 而且门牌众多 而且门牌和门牌之间有各具特色 各有风格 不错 中国的功夫很多形态是取材于动物跟昆虫的 就像七星螳螂犬一样非常有创意 你知道吧 我知道你是七星螳螂的第七代的传言 师姐 可是七星螳螂 螳螂犬就是螳螂犬 为什么要有七星在里头呢 什么意思呢 李师傅 什么意思呢 七星是 以前祖师发明螳螂拳之后 就配合了一个意念 就是说七星是代表天上的北斗星 它是意会在北方 当你举个头望的天上的北斗星 满天下都是螳螂拳的人 那七星布跟七星庄布好像是一样东西 可是是两码字了 为什么会出来这个名字差不多的问题呢 七星庄布就是一个形态表现给人看 这个姿势是怎样做 还有一个代表性 这个七星庄布就是等于天上的北斗星 那个分布 由头颈、肩膊、手关节、腕关节 膝和脚的关节跨位 整个… 这个是七星的形象 这个七星庄布就不同了 布是一个步法 是根据有一个攻击性和防卫性的 李师傅 我看到人家打螳螂拳的这个手 是 好像有一个像螳螂的那个手似的 到底这个是怎样的一个手法呢 这个叫螳螂雕手 螳螂雕手 螳螂雕手 螳螂雕手就是取自它螳螂的前臂爪 因为它很紧、很锋利的 是去运用它的手法 是 而螳螂雕手来说正式就是这样的 怎样的 怎样的 就先是三指一开 一开 再合 再合 再拇指和食指屈曲 手腕跟屈曲 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正式的雕手 七星螳螂的特色就是有进无退 是 还有就是以快打麻 光柔并俗 南北螳螂分就是 七星螳螂属于北方拳 是由北方山东那边传到来香港的 那南方拳就是朱家螳螂 或者周家螳螂 它是广东省的 而在北方的地方因为很阔大 学的拳全部是北方拳 长条大马 所以它的活动性、走动性 跳跃性是比较多 我们主要的劲是由本身的七细 就是我们的七细 就是颈、肩、肘、门、膝、跨、脚 这几个关节位混合成一个动作 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就是推动这个劲 每个人说 我们去的时间 腰、马、拳、拳、拳 每个拳是转的 就不是这样直出 是去到之后转 一转的时间 腕、拳、肩、跨、腰、跨 都有一个带动力 所以力的劲度就由这种发出来 李师傅 其实我刚刚看过您了 好吗? 好吗?